这是一场给活人举办的葬礼 台上的牧师正在给侍着祈祷 愿他一路走好去往天堂 可没想这时 一辆汽车竟直接冲进了礼堂 下一秒 紧急中心就接到报警 下方员迅速赶到受过现场 这里已经一片狼藉 幸好大部分人都只是受了轻伤 但一个老人却不幸被压在了汽车底下 经过检查 发现老人还有呼吸 原来是一旁的天使雕像 帮他挡住了大部分冲击 这才侥幸活了下来 他们先让里面的司机给救了出来 经过询问得知 原来是司机倒车失误 才尿起了这起事故 而眼下当务之急 是赶紧把车底下的老人给救出来 他们将气带塞进车底 紧接着开始给他冲气 随着汽车被慢慢抬起 他们迅速将老人从车底给拖了出来 然后帮他做一个初步的检查 庆幸的是 老人的意识还算清醒 但是身上仍然有多数骨折 需要立刻将他送往医院治疗 然而就在他们合力将老人抬上单架时 小帅惊讶地看到一旁的遗像 竟然和老人长得一模一样 他还以为是老人的姐姐 可老人却说那就是他自己 消防员听到后也是一脸震惊 在他们的追问下 老人这才道出了原因 原来老人患有骨癌 这是给他自己举办的生前葬礼 因为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在与闭魔作斗争 而眼下的他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 他希望可以在生前 将所有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因为有些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了 所以他才举办了这场生前葬礼 这样就可以和多年未见的好友 见上最后一面 毕竟我们每个人 最后都会孤独地死去 故事的结尾 老人的外孙将一朵鲜花 放在了他的胸口 他挥手与身边的亲人一一告别 想象着这是自己临坐前最后的画面